我们范例题是152这一题 第一个 那152呢 这一题里面 如果我们用里面那件函数的话 会有个问题 就是它的工资会这么长 光看到就觉得头痛了 那如果我不用上面的方法 我有没有什么更快的方法 其实这边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 第一个 当然如果你不用函数 要解决问题 看看上面有没有一些相关功能 比如说里面有一个资料 资料这部分的话 有这些相关功能 那其中的话 你看那个资料面板这边 有一个功能 叫什么呢 它其实可以 剖开来 你可以针对资料剖开来 剖开来之后 把你要的东西丢过来 那你会看到 有一个功能叫资料剖析 剖资料剖析 有没有 这个名称翻译的 当然应该有到位 就是有那个意思 那所谓的资料剖是剖开来 西是分析 资料把它剖开来 并且做分析 我其实应该没 它这个意思 我觉得应该是资料 这是应该什么 资料分割就好了 它其实没有这个西 的意思 不过它因为是中文直接翻译 所以大家我们也不要吹号求疵 反正知道我这个功能就OK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用它 来帮我完成呢 其实一 选取你要剖析的范围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按一下资料剖析 记得选B2到B8 OK 二的话呢 是点选那个什么资料剖析 OK 第一步第二步 第三步的话呢 它会问你说那请问一下你要剖开来的话 有没有一些特征 是我可以帮你的 所以里面的话 它当然有分成说 你是个固定的符号 不过我这边的话 好像只有 如果是 特别注意 分割符号的话 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你只能有一个 比如说逗点 或者是Table 或者是空白等等的 但是目前有前刮户跟后刮户 所以它只有一个格子 如果你用分割符号的话 你会发现 它只能选7 它里面 其他的话只能放一个 那边你要剖两次 前刮后刮 所以上一步 我们刚才用固定宽度 因为它刚好在固定宽度的位置 然后我们下一步之后的话 再来的话呢 你要把你要的部分 其实固定宽度有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把它剖 那怎么剖 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呢 其实就在上面的这个尺规 请你在这边点一下 它会帮你出现一条线 出现一条线 那你可以把这个线先把它 你要剖开的地方 告诉他 这边剖开一下 点一下 这边一条线 这边再剖开 这边也有一条线 所以一直被推 你就把它点一下 剖开 但是特别注意 如果有一种情况 你剖的时候 不小心了 把它剖太过头了 剖到这边来了 那实际上应该这条线 要在刮虎里面 结果跑到外面去 怎么办呢 没关系 上面这个黑点 三角点 可以拖拉过来 放开也OK 也就是说 如果你点的时候 点歪了 没有关系 你可以再把它移动 OK 然后下一步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 再来前一步是剖开来的 下一步是说 它问你说 哪一些你要 哪一些你不要 其实我不要的 我要的是这个 要的就不要变动 不要的就跟他讲 不要 不贿入此栏 意思说 这个我不要 这个我不要 这个我也不要 后面就是不要的跟他讲 要的就不用理会就对了 然后呢 最后还有一点 它说目标储存格 就是那你要的 请问一下 你要放哪里 它预设是放这边 就把它盖掉了 可是不是啊 我要把它放在这边 所以你就把B2 改成C2 它意思就是说 它会帮你把 你剖开了这些资料 有没有 丢到这边 然后自动帮你把它 往左下角 帮你把它分布出去 OK 然后你就按个完成 这样的话 应该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没有 它还多一个 它会说 因为这边 它有时候会有资料 那说这里 已经有资料了 不过其实应该是没资 它有时候会有一些 侦测错误 因为刚刚已经做过公式 它以为你这边有资料 要不要取代 当然一定要取答案确定 这时候有没有看到 所有的资料呢 有没有 125 120 自动就帮你搬过来 135 125 有没有 所以这些资料呢 就搬到这边 这些资料就搬到这边 依实类推 它就是一个一个 帮你把它搬过来的 那这个是利用 那个所有的资料 剖析来剖 它目前来看 以152来说 应该是最简单的 那只是说呢 你做完之后 以后假如说 你经常性会有这种需求 可能每天 你都希望说 有些资料又新进了 那我要怎么 按一下它自动 剖过来就好了 不要每次还要在剖 因为资料剖析 虽然动作不多 但是还是要做好几次 那如果说 这些连贯动作 我要把它变成一个什么 一个VBA程式好了 那前面讲过了 要不就是你自己写 要不另外还有个方法 就是什么 录制剧期 所以呢 待会第二个动作 请各位试着做做看 这边应该开发的源 确定 那里面有个所谓录制剧期 那录制剧期里面的话 我希望各位可以 把刚刚的动作录下来 录下来之后做什么 就是这边按一个按钮 它可以自动帮你 把这些也拉过来 另外按钮就是清除 再把这些清空 所以两个按钮 就是我们之前练习的 那因为这个地方 要自己写程式比较困难 所以你就用录制剧期来完成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